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酷奇科技的创办人顾佳琪先生 然后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你好 你好 佩妮你好 那想问说当时你怎么会成立酷奇科技 我们当时的契机是阿发购在围棋上赢过人类 那我们就在想 他既然可以学会围棋 他能不能学会买卖股票做投资 那我们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 我们就来把股票数据收集下来 用阿发购的方式给我们投资建议 所以就有一个酷奇科技的产生 了解 那想问说当时怎么会取得酷奇科技这个名称 酷奇科技是从我的名字顾佳琪 那我的英文是Chachiku 简称常常酷奇 那我就把它变酷奇科技 酷奇选了这两个字 那想问说那在这个创立的过程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 是 我们在投资领域里遇到挫折就是 当有些人看到AI不准的时候 他不会把它想成是风险 他会觉得这是AI 没办法来做投资 那需要度过那段时间就必须坚持下去 那等到说AI真的证明了长期投资 他还是有优势的时候 然后别人的信任感才会回来 那那一段期间其实是我们比较 不被信任或被质疑的那一段时间是比较挫折的 那想问说那酷奇科技有没有什么样一个竞争的优势 或是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是 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既然是用人工智慧来做投资 那只要市场有变化 人工智慧就会从新的市场里 学新的策略 那他就可以更进一步的精进自己的投资策略 那这是我们跟过去传统城市交易 可能是人要写一个策略 如果市场变动了 人还要去调整参数 最大的不同 那想问说那我们应该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 或是一些方法可以知道你们的公司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投资理财的方式 对我们现在是跟富邦期货 所以跟富邦期货询问他们跟AI有关的产品 那你就可以在那上面可以跟着AI去下单跟单 那未来也有跟福邦证券他有权而委托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一笔资金交给机器人 来帮你做理财 了解 那想问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顾客给你一个回馈 然后就是让你比较有成就感的 在研发的部分 我们去年2020年 一开始有AI有遇到一个着盪 就是亏钱的时候 但是后面有继续跟着AI操作的人 去年都大赚 那客户的回馈就每个都笑哈哈 就是说太好了 AI做得真好 而且我们发现根据统计 其实你完全不跟AI合作 和你用着AI跟着AI的单 我们可以让他的胜率提高非常多 那他可能从本来亏钱便赚钱 那客户其实是蛮感谢这个机器 这个AI的这一套技术的 我们就会得到很好的feedback 很好的回馈 了解 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 然后也得到消费者的回馈 是的 那想问说 那在未来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短中长期的计划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是 我们短期还是先从对AI特别有兴趣的这一个圈子 还有我们自己亲友 大家都用了以后 中期其实就会开放 变成大家都能加入来做机器的理财 长期的话会考虑把它变成基金 甚至是看能不能跟政府基金合作 用AI来做这个交易投资操盘的动作 是 了解 那最后的话我想问说 那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创业 那他想要投入像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产业 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们自己这五年走下来 我们最大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合法合规 而且你的所有的绩效 你不要去想要去美化它 因为当你开始找借口 当你跟别人去用一个不是那么真实的绩效来做解释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变得说你没办法再精进自己的投资 没办法走得更长 那合法合规才有办法是走得比较长远 所以建议就是法律一定要合法一定要合乎规定 尽管会在这个全文委托跟代科操作上面是非常多限制的 那一定要去好好遵守 那最后除了就是想说您给创业者的建议以外 那想问说酷奇科技也想要带给人类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我们觉得未来的世界里投资绝对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发现低利率而且你通货膨胀 那你的钱放在银行其实它是会慢慢的缩水 可是你的投资有些人他是喜欢大盘 就是直接买指数大盘 有些人他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多冒一点风险 但是让我的投资可能可以有更好的绩效 这个我就会觉得很适合用机器人投资 因为机器人投资的好处是他非常的客观 他不会有一些人类常常会有的 像贪心或者恐惧 那他是非常理性的帮你做很规划的投资 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酷奇可以让大家投资的更放心 因为这是机器人透过这个数据学习 他不找借口 他就是帮你好好的把这个钱做最好的一个配置 所以希望是这样可以带给大家更好的生活 了解 那透过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酷奇科技的创办人 然后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新的 然后一个比较智慧 智能智慧的一个方式的投资理财的一个方案 那今天非常谢谢那个创办人顾佳琪先生 谢谢你 谢谢佩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